除了节能减碳之外 废物利用也能够带动绿色生活 2015年的米兰世界博览会 是以滋养地球生命的能源为主题 探讨在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之下 全球的粮食生产和食品安全等课题 除了与吃有关的议题 在法国展览馆内 也有一项与川有关的展览 很难想象在展场之内 所有高级的礼服的原料 都是由食物的残渣所做出来的 包括了咖啡渣 芭蕉叶 橘子皮 甚至是鱼鳞在内 透过科技的运用 把这些原料转变成美丽的布匹 而事实上 意大利米兰的时尚产业 向来引领风骚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历经国内经济的低迷 以及面临亚洲国家低价竞争的压力 依旧屹立不摇 我们一起来看看 模特尔在身载台上 展示设计师最新一季的秋冬新品 镜头转回室内 你能想象这些衣服除了高级布料 还可以用什么来制作吗 2015年米兰世界博览会 在法国展览馆的异余 有个别出心裁的展览 民众好奇地触摸衣袖的质感 原来这件墨绿色的毛衣是由咖啡渣 芭蕉叶的纤维所制造 不仅具有防臭防紫外线的功能 还能快速排汗 另外展场内还有许多衣服 将鱼鳞 柑橘皮等废弃物 和棉质 亚麻等材质结合 创造出多功能布料 说到时尚产业 意大利纺织业在1970年代 有几个知名设计师 开启时尚新世纪 全球各地的时尚追求者 开始的意大利的时装设计 取之若鹜 意大利米兰 各于纽约 伦敦 巴黎 等国际大都会 并列为引领全球时尚产业 发展趋势的流行中心 根据意大利时尚产业商会的数据显示 时尚产业已经成为 国家重要的经济资产 虽然2012年受到景气低迷的影响 整体营业额微幅下跌2%左右 来到510亿欧元 但仍然占意大利整体GDP将近10% 2014年随着全球景气回升 国内市场缓步复苏 营业额成长大约来到 百分之3.6 2015年则预估渴望成长百分之5 游行时尚成为意大利重要的经济命脉 涵盖的层面从纺织成衣到相关的流行配件 尽管近年来面临中国大陆等 亚洲国家纺织品进口的低价竞争 但意大利身为服装与设计王国的美誉依旧不解